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我是赵婷 今天呢这个我们节目当中 仍然要用连线的方式 为大家找一位又漂亮 又会做菜 然后呢又是在这工作上非常有成就 前阵子出了一本书叫做 日子过得美生活就会好 欢迎张薇薇 薇薇姐 赵婷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薇姐跟蟑螂对不对 对蟑螂 蟑螂就没有办法跟他连线 就跟薇薇姐连线 你就代表蟑螂 因为你说什么蟑螂就附和是吗 没错 他现在也是在一边这样子听着我们的录音 真的吗 那待会儿要请他讲讲话 好啊 待会儿也请他讲讲话 那您就是除了现在蟑螂跟您嘛 对不对 在家里 你们家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狗狗 我们家还有一个 我们的爱犬 栗子 它是一个中型犬 栗子好开心哦 对啊 他这一辈子没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 这么久过耶 我们都不出门 然后跟他日夜朝夕相处 对因为以前你要上班 然后你们都上班 然后栗子现在想说 怎么大家都在家 我好幸福哦 真的 但我们家小狗就很气啊 为什么 因为他有时间要睡觉 哦 我们早上会 就是没人的时候 清晨很早 我们会带他出去散步 然后回来之后 我们就整天就关在家里了 他会不会想睡觉的时候 就找一个地方睡了 他很黏我 我走到哪 他就跟到哪 有时候我下午想休息 他就赶快趴在我旁边 然后我去厨房 他就跟到厨房 对就很爱黏我就对了 24小时跟着你 没错 而且眼睛目光都不离开妈妈 真的 包括现在在采访 他在沙发上眼睛还看着我 你看 所以你看蟑螂要学一下 蟑螂啊 他就吃饭的时候会想到我 对 钻水来 倒茶来 切水果来 送冰淇淋来 对 说到送冰淇淋 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因为我是微微姐的这个粉丝 但这个微微姐前一阵子很开心 你去除了冰箱之外 你还去买了一个什么 我们家的冰箱 就是我们家的一个 怎么讲 冰火库 冰火 怎么讲 军火库 军火库 因为每次都被我塞得很满 然后我书上有血 就是因为塞得太满 东西掉下来 把蟑螂的脚给砸伤了 然后他把我的冰箱东西都丢了 所以呢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导火线 那在这个居家防疫的期间啊 冷冻库当然又是满上家 然后大家不是说到市场是一次要买足买全 然后快速离开吗 对 我再想买多 冷冻库也塞不进去 就是啊 所以呢 就绞尽脑汁集中生智 就把我们家已经很狭窄的后阳台 我们两个花了两天 把很多东西都断捨立就甩了 就清出来了一个空间 嗯 然后呢 竟然买了一个普天同庆的冷冻柜 多完美啊 多完美 而且那冷冻柜头都是冰棒 对 冷冻柜分层 我们做了好多功课 那你 冷冻柜有掀盖的 有这样打开分层的 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个 它是有五层的 所以呢 章然那时候就说 它一定要有一层 专门放它 在家无聊的时候 要吃的冰棒跟冰淇淋 那你要不要悠游卡放那边 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就刷一下悠游卡 我比悠游卡好不好 随时打开随时拿 我们家存货现在只比7-11 真的 应有尽有耶 所以你们是那个 不是掀开的 还是类似冰箱那样的冰库 对不对 我们是像冰箱这样一层一层 因为有人跟我们说 你买掀开那种 掀背式 它就一直往下压 你到后面 所以下面东西就找不到了 哦对 其实你看 像是那个韩国 它都有两个冰箱 因为它们要冰泡菜 泡菜味道比较重 每一家都会有一个泡菜的冰箱 是有温度控制的 你当想要让它发酵多 要发酵少 它们那个是专门 对 泡菜的 我觉得你可能 接着也会再去买一个泡菜冰箱 我觉得冷冲贵 在 就是说任何家庭 我不晓得别人家是不是像我们家 因为我有那种物资 匮乏恐惧症 尤其到疫情的期间 你就很怕 买不到东西 抢不到什么 因为如果你家里 买够了这些鱼啊 肉啊 你买够了之后 青菜这种东西 我觉得好办 你知道吗 所以家里多少都要囤一些 料理 及时料理包啊 这冷冲贵很需要的 可是威姐 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心态 感觉比较像我外婆 那个年代 逃过难弄 对对对 就我这种的 因为他们是逃过难 你知道吗 对对 他们逃过难 就是可能八年抗战啊 什么的 所以他们就是 就很害怕嘛 是 就面粉就很多嘛 因为面粉就可以赶东西嘛 对不对 那冰箱就很多 可是你 你不是生长 我觉得我前辈子 应该逃过很多难 就像你刚刚说 面粉对不对 对啊 一开始那时候 就说要宣布三级的时候 我第一件想到的是 我就是要去买面粉 结果我跑到 好几个卖场 你知道吗 竟然面粉都卖完 那货架上是空的 我那个惶恐 我真的差点没哭出来 因为可能有些人 要做面包 也要面粉 对不对 但是我是要 做饺子皮 我要擀面条啊 做什么韭菜盒子啊 这些是需要的 所以待会你要教我们做 但是我觉得 像是我跟你是不一样的 我要是去买的话 我绝对是买简单的 比如说我会买什么 我会买泡面 或者是说 有一些什么香鸡饭 那种就是你知道 就是 即时包 对 因为你买面粉 你还要再处理啊 那可是你买面 你基本上 你就把它丢进去 煮一煮就好 可泡面的变化不多 泡面我觉得是那种 夜深人静 看影片的时候来一个 或是家里下大雨 然后没事干来吃一碗 那我觉得它不能当主食嘛 那所以呢 要囤这些东西 怎么包子啦 馒头啦 面粉啦 这种东西 我觉得才是那种 逃难的人需要的 你知道吗 而且那种根筋类啊 那种很耐放的 像我有一个 一个婆罗 放在这个厨房里面 那个架子 它是一个巴厘岛那种架子 我一个架子 上面全部都洋葱 在下面就是南瓜 然后什么地瓜 一堆瓜 就是那种耐放的 你知道 随时就可以搞个什么 南瓜 沙拉 随时就可以做个什么 地瓜稀饭那种 对 那你们家那个栗子 还树子 栗子 栗子 不要吃洋葱哦 他不能吃 他爱吃南瓜 对 所以狗不能吃东西 我们就不会给他 他的肉 我也是都备好了 在家里 狗的肉也备好了 就是对 他买的牛肉啊 什么羊肉那些 对 就不能一天到晚去市场嘛 我看我搬到你家去 那附近 很多人都想住我家隔壁好不好 淡水是吧 是呗 淡水 新市镇 对啊 多好啊 环境 就现在大家都关在家里 可是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方 是在城市的边陲 所以我们一早 还是可以出门运动 所以看不到什么人 然后整条马路都空空的 天刚亮嘛 所以就速速运动 吹吹海风啊 晒点太阳 每天能够出去一下 我觉得对心情 还是有帮助的 真的很棒耶 好羡慕哦 那我们待会就来谈谈 就是说 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 你们家的环境 可是最重要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在居家防疫当中 其实你也可以动手做一些菜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现场的是薇薇姐 大家好 那欢迎大家可以去订 薇薇姐的粉丝专业 对不对 对 薇姐 蟑螂 强威的薇 然后蟑螂是工厂张 狼君的狼 好 狼君的狼 薇姐 蟑螂 或者请大家去博客来买他的书 日子过得美 生活就会好 嗯 你们日子过得真美 那薇姐呢 已经退休了 那两个儿子 有时候也会回来 是不是 现在 嗯 大的结婚了 小的现在刚好就是因为 呃 work from home 就居家工作 所以他也回来了 对 我就很开心 在疫情的期间 我捡回一个儿子来住在家里 每天帮他做饭 好开心哦 哇 真的 然后你们家狗也好开心哦 大家都好开心 那我们现在既然你讲做菜 听众朋友就想要听听看 那我们首先先来讲讲简单的凉拌菜 好吗 好啊 嗯 我觉得嗯 家庭主妇啊 真的很辛苦 怎么说 就是你每天都要为家人变化一些菜式哦 嗯 说实在自己做菜 自己真的是 洗够了 切够了 看够了 等到菜端到桌上的时候 真的不想吃 我刚才看我脸书一个朋友说 做了一桌菜看到就想吐 为什么 一筷子都不想夹 我也是这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凉拌菜哦 是夏天里面唯一会让人觉得 嗯 很爽口 吃起来不腻的 所以我们家因为是山东人嘛 嗯 那凉拌菜不需要动锅 不需要动铲 也不需要油 所以这我们家的常备菜 嗯 嗯 讲两道好了好不好 好 首先要跟我们讲哪一个道 嗯 凉拌黄瓜吧 黄瓜因为是夏天盛产嘛 哦 对 所以黄瓜很多做法 像我们家凉拌黄瓜 就不用切的 用拍的 哦 之前我们有 我有开过直播 就是怎么样去 做风机凉拌黄瓜 黄瓜其实是可以放久一点 对不对 那其实你看我们以前去买 我们是比较都市女孩子啦 对 我们去买那个 以前有一阵不是很流行 那个什么鸡啊 就是有人会用剪刀剪那个鸡 什么鸡在路上有卖 盐水鸡 盐水鸡 它里头也是弄黄瓜 对对对 和在一起啊 没错 是不是 那我们家就是 嗯 风机的话就是在 南门市场可以买到嘛 嗯 买回来把它蒸熟之后 把那个肉撕开 嗯 然后跟黄瓜拍了之后一起拌 那拌黄瓜最重要就是说 那些佐料 就是盐啊 糖啊 麻油啊 嗯 那些就醋啊 不要 黄瓜一弄好就拌进去 因为黄瓜碰到咸味会出水 所以你可以把黄瓜拍好之后 先把它冰镇起来 嗯 然后把你要凉拌的这个酱汁啊 叫我们三中文叫三合油 里头就是哪三合呢 嗯 就是酱油 嗯 醋跟糖 那可以放一点麻油啊 酱油 醋 跟糖 酱油 糖 麻油 麻油 对 那你刚刚讲到说 我们的黄瓜 不是用切的 你是用怎么样 把黄瓜洗好之后 放在那个菜板上面 用菜刀的刀背去拍 把它拍碎 嗯 因为你用切的话 那个切口是平的 对 是光滑的 它不容易吸附酱汁 对 所以黄瓜用拍的话 你拍开之后 它是裂开的 那那个裂人呢 它就很容易去沾附酱汁 而且拍了之后 那个一块一块 有没有 不规则的 就吃起来是很有口感 嗯 对 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到那种 山东水饺店啊 对 它那个小菜也是用刀背拍的嘛 烧鸡拌小黄瓜嘛 对 那那个黄瓜就是 切的纹路 它其实不是切啦 就像你刚刚讲 用刀背拍的啦 对 所以小黄瓜是夏天盛产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多吃 好 所以您刚刚讲到黄瓜 先这个拍完以后 先冰到冰箱冰整 对 然后我们就调调味 包括了酱油 醋 糖 还有一点麻油 对 那其实我们家最重要的是 我们会炸蒜 大蒜 大蒜把它炸成泥 一定要放蒜泥 嗯 对 那有蒜泥的话 这个吃起来的凉拌菜就够味道了 而且大蒜是防疫食品嘛 对不对 健康的 大蒜怎么弄成蒜泥 要剁耶 要用蒜臼子 就是那种实的那种 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人家 哦 我家有啊 因为我们家那个照顾妈妈的印尼阿姨啊 对对对 印尼跟泰国都有 我的这个是从泰国带回来的 他们超会弄 你知道他们在弄什么 他们弄那个生辣椒 冰箱料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白饭加生辣椒 就给我吃完了 我就说 哇 过瘾了 我就说不 你你多吃点吧 我帮你买牛排吧 这样感觉好像我们在虐待你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这很好吃 对过瘾 而且就像什么香茅啊 对对对 香菜根啊 那些都可以做泰国菜 都要用那个石臼子把它捣碎 那这个臼子在我们家是 每次每天做饭 几乎都要用到的 就大蒜一定要用蒜蒜子 把它炸成泥 因为吃饺子也要沾蒜泥嘛 然后你要凉拌菜也要蒜泥啊 所以现在这样子做完以后 就是有sauce了嘛 那黄瓜已经冰了 然后后来接着就把黄瓜拿出来咯 对咯 然后就把这个油条 你要吃之前就把它浇上去 拌一拌就可以吃了 太好了 那这个就是风俭油人啊 如果你是只吃凉拌小黄瓜 有点单调的话 其实可以放点海泽皮 海泽皮的话就是 买回来就千万不要用热水 有温度的水去洗它或烫它 就是用凉水把它洗干净 盐抓一抓洗掉之后 把它盐分洗掉之后 用清水过一过 切成段 撒在这个黄瓜上面 就是小黄瓜凉拌海泽皮 这是凉拌海泽皮 然后你也可以拌 绿豆芽啦 还有那个羊菜啦 羊菜泡泡水 把它剪断也可以拌啊 我喜欢拌羊菜 我觉得好吃 羊菜很好 是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这是一道凉拌菜 其实还有对不对 对 好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聊 马上回来 威姐在线上吗 在哟 刚刚讲到黄瓜小黄瓜的凉拌 那你刚刚讲羊菜 因为你刚刚讲海泽皮 如果买回来 要用凉水洗干净 不要用热水 羊菜是不是也要泡 羊菜也是用冷水 也是用冷水 这个在菜育场都有卖吗 羊菜好像在干货店 干货店对不对 对它是像一条一条细细透明 像粗的粉丝一样 有没有 我觉得超好吃的 对而且羊菜很健康 它胶质很多啊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那羊菜怎么办呢 就是先把它用凉开水泡开 剪断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我会喜欢羊菜来拌什么 就是拌银芽 玉豆芽 把那个尾巴掐掉之后 用开水把它烫一下 一下就好 拿起来冰镇以后瀝干 然后呢 芹菜 嗯 也是把它切丝以后 稍微烫一下 或不烫吃生的也可以 芹菜要细一点呢 小一点呢 请大家不要买那个大的芹菜 我们这种土芹菜 不是那种羊芹菜 然后还可以 如果想要就切一点火腿丝啦 小黄瓜丝啦 那这些呢 就都可以跟羊菜一起拌 就拌这个丝丝菜 同样的也是用刚刚讲的 那个三合油来拌 好 因为我不是太喜欢吃小黄瓜 我觉得有的凉拌菜 像那个 每次我们去店里头吃饭啊 老板就会说 这盘送你们 然后就是高丽菜心吧 凉拌白菜心 白菜心讲错了 就是好好吃哦 白菜心 对呀 凉拌白菜心 但是我觉得 凉拌白菜心在我们家 是冬天比较常吃 因为白菜在冬天 才是当季嘛 凉拌白菜心 他们会加一点小花生米 没错 凉拌白菜心比较费事 比较费呀 为什么 因为白菜要买好的白菜 它那帮子要大嘛 对不对 叶子要那个 你把白菜洗干净瀝干之后 切成这个细丝之后呢 要撒盐 然后呢 要挤水 否则白菜碰了盐之后 它就会出水 那就一汪水就不行 所以这个菜有点费工 你要把白菜挤干 怪不得 所以其实小黄瓜 是最好做的 还有一个更好做的 什么 也是现在夏天盛产的 就是凉拌茄子 茄子 对 那茄子要先煮熟吧 茄子呢 买回来之后呢 就把它洗干净切断 然后呢 切一段一段 放到锅里去蒸 用蒸的 对 用蒸的 那蒸了之后 这个火候就比较重要 就蒸了一会儿 水开的时候 大概几分钟就好了 然后蒸了软之后 把它夹出来以后 放在盘子里 放进冰箱 最好是用手 把那个蒸好的茄子 撕一撕 撕成一撕一撕的 然后放在冰箱里 然后呢 用刚刚那个方法 也可以用辣椒啊 这些都一起来沾 对 那也很爽口 哇 好棒哦 肚子好饿哦 光天都流口水 对不对 是是是 流口水了 其实在家做饭很简单 尤其是这段时间 就大家都待在家里 可能你就煎一个鸡腿啊 或煎一个肉排 然后有一个凉拌菜 再做一个什么蛋啊 我觉得就几个菜 三菜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很好在家吃饭的一个 一个常备菜了 是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奇怪 我突然想到 因为我们常常叫就是吴博弈跟那个 吴博弈 对 为什么就是和菜带帽啊 这道菜都比较贵 就是就是我看到我的那个菜单上头 比如说每个菜有的是什么200多 和菜带带都300多 那我觉得和菜带带其实很简单 不就是上头一个蛋皮 然后下头就一堆那个 丝丝 丝丝 然后他可能还会 他会因为我们 我妈很喜欢吃和菜带帽 是因为他要饼皮加大蒜 大葱 那就是还要有 有那个甜面酱跟葱段嘛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附在一起 对啊 我会烙饼啊 你会烙饼 在家有时候就自己烙饼 然后我就做和菜带帽卷饼吃 那所以这个和菜带帽里下头的 就是那个豆芽菜嘛 我会放九黄 九黄 哦对九黄也贵 对九黄肉丝 嗯 然后粉丝 嗯 然后对就风简有人想放什么 只要是丝都可以包进去 所以就 盖个帽子 没有就所以就是费工嘛 有一点 其实是费工 有一点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讲讲 因为刚刚讲凉拌嘛 对 我们接着要讲的是面 因为你说你买了很多面粉 对不对 对对 那不管你要不要做这个 自己做面条 但你总要有一个料 先来讲讲炸酱吧 你们北方人怎么做炸酱面 炸酱啊 嗯 我一般就是用黄酱跟 甜面酱黄酱就是 类似的东西啊 嗯 那没有黄酱的话就用甜面酱 嗯 那我还会放豆瓣酱 嗯 就是用油锅先把这个 黄酱先炒香了之后呢 就放在一边 然后当然是起油锅 就是炒这个绞肉嘛 嗯 跟我做的一样 但我上次失败的原因 是因为我豆瓣酱放太多 好咸哦 所以这个一次不要放太多 就做菜呀 嗯 放酌料就是一点一点 慢慢放肠味道 嗯 不够在家 千万不要一次就一股脑倒进去 对 对 宁可不够在家 嗯 所以呢就炒了之后绞肉 那我在这个炸酱里面 我除了绞肉之外 我会放切很细的豆干丁 嗯 小丁丁 嗯 然后啊 还有啊 香菇小丁丁 嗯 嗯 对 那还有我会 为了健康起来 我会切木耳小丁丁 木耳啊 哦 黑木耳 然后另外夏天 笋子好 我会切笋丁进去 哦 这样子 对 然后这样你吃起来 就是也有蔬菜 也有什么 对 所以这个很费功哦 那因为你香菇也要泡过嘛 对不对 木耳这些都要泡过 木耳洗干净切 就全部都要切成 嗯 一样的小丁丁 跟绞肉差不多细 你吃起来才不会 就是满口就是 你知道很噎的那种感觉 是 我觉得杂杖就是要切得细 有些人会 我觉得每家大概不一样 嗯 有些那个豆干 好大一块一块 在那面上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就 我觉得杂杖 我的标准啦 嗯 就做得好 拌起来就是你几乎看不见 嗯 那个丁丁块 就是变成是 像是很细的那种 拌面料就对了 嗯 对 还是要考验一下 你到一个家 你就知道这个人 主妇是那种 大嘞嘞的 还是比较细心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待会儿继续聊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邀请到张薇薇 薇薇姐呢 来介绍居家防疫 自己怎么做一些菜 那薇姐 我们刚刚讲到凉拌菜 也讲到了炸酱面的炸酱 那事实上 其实做这个炸酱 就是可能家里的人要多 否则我上次做个炸酱 就是因为我先生他们不喜欢吃这个炸酱面 我吃了一两个礼拜 因为我那个料很多 哇累了 对不对 吃到最后腻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有朋友 就是做了以后 比如说你做炸酱 我做什么 我们交换一下 一人一半还蛮好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 共识是最好的 大家可以彼此分享 你也不会吃的那么腻 还可以尝点新鲜口味多好 对但是不要接触 就是摆在他家门口就好了 大家赶快离开 对东西放着 好那接着你这个早餐你都怎么做 早餐也是在家 以前还可以下去吃个什么外面早餐 对 那现在儿子在家上班 我就要想办法变花样 不能每天都是豆浆啊 牛奶啊 煎蛋啊 你还豆浆牛奶啊 想办法 我就烤个面包 就那个 真的吗 我觉得还是要吃点蛋白质 就我的早餐的组合 一定要有蛋白质 要有一点碳水化合物 然后一定要有水果 那年轻人他们需要蛋白质 我们年纪大的 也是需要吃点蛋白质 所以煎蛋 有时候会煎肉片 肉排 那另外就是说 一定要有点流质的东西 冬天我们大部分就吃麦片 麦片粥 可是夏天的话就好啦 我们就煮这个绿豆一人汤啦 对 那绿豆汤我觉得是 夏天很消暑 当早饭也很好 那我就是那种 凡事都喜欢搞复杂 我的绿豆汤里面有很多东西 什么东西 我先煮红艺人跟白艺人 先煮开以后在锅里焖一下 之后我会加小米 加一点荞麦 然后再把绿豆放进去 再煮滚再焖 所以绿豆汤其实你煮的时候 不需要一直去火去滚它 你只要煮开之后 你锅盖不要开 焖一会儿 然后隔个一个钟头十几分钟 再去开个火 焖一会儿 最后再把它煮开 很容易就把这些东西就都煮好了 然后加的甜甜的 有没有 加点冰糖 然后早上就当做早餐 配面包啦 包子啦 煎个蛋啦 就是很好的一个早餐 对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不要怕麻烦 早餐也要吃得好 对不对 没错 早餐吃得好 一天都有精神 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薇薇姐我们待会儿来谈谈 因为你在淡水这样的一个小镇 是 你过得蛮好的 我常看到你就是 你刚刚讲说清晨去走路 对 对不对 然后你们附近还有一些菜园 没错 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马上回来咯 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生活通 我是赵婷 现场的是 这个连线的是张薇薇薇姐你好 你好 那个蟑螂在旁边吗 蟑螂啊 在四处游荡 不知道到哪个房间去了 他不知道到哪个房间 待会儿他来的时候 就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来了来了 来 请他打个招呼跟听众朋友 对啊 因为那个之前是薇薇姐跟蟑螂大哥 一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嘛 对对 来了 我来了 你来了 你来了 刚刚听到我们讲菜 对不对 怎么样 说的好吗 说的好 他讲的我都吃过 他讲的你都吃过 他讲的我都没吃过 那那个 刚刚薇姐说你们现在就是在淡水过得很开心 那你负责什么部分 刚刚薇姐都在做菜 那蟑螂您 您这个月在做什么呢 我一定要负责吃啊 不然他做那么多怎么办 但天底下没有白吃午餐 那我还要另外拍照 你要拍照 他所有的照片都是我要帮他拍啊 像我们早上去溜狗啊 找人家那个菜园子啊 我要帮他拍他拿的那些蔬菜啊 对不对 今天还有一个 今天看到没有一个丝瓜 人家 结果我们回来才知道 人家讲的叫苹果丝瓜 哎呦 说还特别甜 我说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吃吃看 所以 那个丝瓜跟平常的不太一样 他比较矮胖 就真的看起来就像个苹果的一样 所以你你你真的你蛮辛苦的啊 你负责这个拍照 你还不能先吃 你做完你就不能先吃 你要先拍照 先给相机吃 哎呀他做完了菜都不想吃 嗯 我跟你讲他做完了菜以后 一道一道我要摆在桌子上 来拍 你要把那个什么灯光都准备好 我跟你讲拍完了 累了我刚刚其实也吃不懂 哎不过威姐他这个退休前 他是总经理对不对 对啊 他他有没有 教你拍照 有没有先写个公文给你 还是你要上个公文给他 不是 他写何 他那个 那个 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 因为拍照这个是我的专场 哦 他不能够乱说话 他要拜托你 对他拜托我 哎呦 对不对 那不得了 除了拍照以外的话 那我们都没办法 我们就听他的 哦这样子啊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 我在拍照 我要是拍不好 他就没有好照片了 他就生气了 尤其是我在拍他的时候 哦哦 对不对 他不能让我生气不高兴 那拍出来 你觉得照片会好看吗 哎不是 我先生拍 我都不 我都不高兴 因为他拍的好真实 我跟他说 我不要真实的 因为我身材没像威姐这样子 我说你 你就是要把我拍的 像林志玲啊 然后他就说 怎么可能 哈哈哈哈 不是啊 那个自然就是美啊 自然就是美啊 对不对 因为你对知识面带 也不见得就是 就一定丑啊 是是是 那你现在赶快帮他拍一下 就是我们电话访问的 我们要放在我们的网络当中 好不好 哎呦天哪 那不得了 赶快赶快拍 那现在头发擦了两个发孤 对不对 什么要连线吗 没有没有 我现在头发 发型是那疯女18年哦 本师说看到我现在的脸 忙 忙 数百万退战 不是 你什么 生活 日子过得好 什么生活 日子过得美 生活就会好 日子过得美 生活就会好 但我有擦两个发 发孤在上头 头上夹两个大发夹 然后穿了一个宽松袍子 然后每天呢 从居易到现在 每天只有穿三件衣服 对 洗完晾干 明天再换一件 刚刚这个蟑螂说 他是负责拍照嘛 那你刚刚 他们一直 他一直讲菜园子 菜园子 你在网络上也有写 还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郭伟姐做的是淡水 他们四下无人 对 所以呢 他早上会去逛 那个旁边的菜园 是不是 对 我们呢 就是清晨 因为现在居易期间 人家生活变得好规律 奇怪 九点就睡 然后五点钟就起来了 你们没有看Netflix什么 最近 我在看一个那个什么 好莱坞经济 麦克道格拉斯 我推荐你 感觉好看 我跟你说 我爱他 我们这个年纪 你一定 你给我差远了 不 你一定要看这个 为什么 因为通常我们看都韩剧 对 我不看韩剧 没有 我有看 像那什么 什么管理师 就是讲那个宋比 好像很有名 很多人在看 可我从来不追剧 怎么办 我是劳碌命 我宁愿去包饺子 或限制 我也不爱看电视 不行 你要捧场一下 我们做这个传播剧 还要捧场 我是都有追剧 然后台湾的剧火神 对不对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之前我就是追了一个 知否知否 英式 绿肥 红兽 很有名啊 这个戏 不是 我跟你讲 我追完之后 我的眼睛 度数就是 加了两百 我现在只有晚上 那个快睡觉之前 我看一下如意传 哦 不 我跟你讲 那个迈克道格拉斯 迈克道格拉斯 寇克 寇克是他爸爸 迈克道格拉斯 快八十岁了 人家演得真的好 真的吗 叫什么名字 这些 我忘了 因为你知道 我这个年纪 好像是叫做 好莱坞经纪人吧 我们今天聊起追剧来了 真是 你看他多无聊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真的要看一下 好啦 我就不要做那么多吃的了 来看看电视好了 不不不 你还是 我觉得很好看啦 就是说这个 很久没有看他演戏嘛 毕竟人家是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 而且我 我到今天 就看了这出戏 我才知道 他是犹太人 哦 是哦 好有趣 好 那回到了 我们刚刚讲到 你那个菜园子 我看到你有 就是每天都去逛那菜园 菜园是一旁边的邻居 种的吗 我们家要开到那个 我们是早上开车去 就是在云门园区 淡水就很可爱 就是它有很多 城市里面看不到的东西 它竟然有一大片的水稻田 我觉得是在 这个在台北生活的人 已经 你除非到宜兰或哪里 桃园什么地方 你才能看到稻田嘛 但是淡水有一片 最后的一片稻田 旁边有一个可爱的灌溉区 里面有非常多的无锅鱼 然后就在这个稻田的旁边呢 这个农地的主人 他有一片菜园 那我们早上运动完之后 就天刚亮嘛 然后菜园主人 他就五点多 就是夏天 他就会把他的菜 修剪一下 装成一袋一袋 就放在这个路边 的这个小溪边 哦 那我们去运动的人呢 就会看到阿婆 我们就会打招呼 然后很多人就是去 另一袋地瓜叶啦 另一袋皇宫菜啦 那我也就跑去了 一去那边呢 因为老板娘还开了一个早餐店 所以它有很多吐司皮 我们就 我就会蹲在那边啊 就喂鱼啊 然后买一袋20块的菜啦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把这些 点点滴滴 分享在我的粉砖上 就没想到 大家都好羡慕 因为现在菜很贵嘛 对不对 像今天早上 我的粉砖 我又分了一篇 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苹果丝瓜 今年才20块 有啊 蟑螂有 啊 才20块 它所有东西20块 对 哇 一大把 一个地瓜叶多到不行 全家三口吃半斤 要吃草都吃不完又嫩 20块 那它那个菜园 一直在那边是不是 就他们自己的地主嘛 农夫就自己在一边种啊 种了之后自己吃不完 就拿出来分给 这个路过的乡亲啊 所以我们运动人都知道 早上经过就去另一袋 就把那钱丢在袋子里 就把钱丢在那边 真的好棒哦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谈谈 你讲到的菜 我就想到了 有些人喜欢做的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包那个 盒菜带帽就包起来吗 对 其实那个韭菜盒子 基本上也是类似的 我们待会儿 教我们做一下韭菜盒子 口述一下 口述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威姐 你好 赵婷 刚刚跟你说的 麦克道格拉斯主演的 叫做好莱坞教父 写下来 马上写下来 好莱坞教父 好 好 那刚刚讲到 就说你们那边有个菜园 买了一个20块的苹果丝瓜 还没做吗 今天 今天等一下就来做 等一下就来做 对 那我们上次有说 你要教我们 口述一下韭菜盒子 是不是 对 我觉得韭菜盒子 很奇怪 它很适合夏天吃 为什么呢 就烙的 你做的时候你不热 然后烙的时候 就热那一会儿 在炉子旁边 然后你烙好之后 如果做很多的话 你可以把它包起来 然后隔天你还可以吃 所以一次做多几个 没有问题 而且韭菜又便宜 又没有什么农药 所以我觉得韭菜盒子 吃这个 然后吃甜甜的绿豆汤 我觉得夏天很好的 这个怎么讲 消暑的一个餐饭 那你韭菜盒子要做的话 你真的要买面粉 对 用中筋 那一般韭菜盒子的话 我们用半烫面 就是半烫面 就是说你是先和一半的面 是加烫水 去和用筷子 加水 然后之后剩下的另外一半 就是用冷水去和 把两个面团和好了之后 用手稍微揉一揉 盖一个布 让它大概醒个20分钟 之后拿起来这个面团 再揉 我觉得口述的很简单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想学 网络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分享 有影片 那我口述之后 大家再去看就更容易了 就是说你把这面再揉一揉 再盖起来 再让它醒一下 你醒得久一点 这个面会比较好擀 那之后呢 就把这个面团拿起来 搓成这个剂子 你条状切开 多大你就切多大 摁平了之后 就开始擀 那撒面粉之后 你就擀成一个圆圆的 其实说实话 现在很多小孩在家嘛 那你也不知道 要玩面粉嘛 对啊 你就让它玩面粉 对不对 对 那讲这个韭菜盒子馅 就韭菜洗干净沥干 然后不要切得太细 因为要吃点口感 就是切小段之后 虾皮放进去 虾皮不是虾米哦 虾皮啊 虾皮是很薄的 米黄色的 薄薄的虾皮 那在哪里买 干货店一般都有 我觉得超市也都有 就是虾皮 哦 就是虾皮 有点咸 用水洗干净之后 沥干 加进去 然后粉丝呢 把它烫熟 然后放凉之后 把它剪断 拌进去 然后虾皮 然后煎蛋 把蛋打了之后 打成蛋花下锅去煎 煎好了之后 切碎放进去 所以这个韭菜盒子里面的馅 基本就是四种 韭菜 虾皮 粉丝 跟蛋 这样其实就类似水饺 就把它弄进去 对 然后记得 霍馅的时候 的调味就是 白胡椒粉 盐 盐 麻油 对 那不要一次调过咸 是 尝一尝 所以一定要白胡椒粉 其实韭菜盒子 像我们家附近 就是早上会有那个 就是一个 二十年了 他都在那边卖水煎包 真好 就是做韭菜的 跟高丽菜的 我觉得那个韭菜真好吃 但说实话 就有些人不太敢吃韭菜 韭菜好 我好爱吃韭菜 不妨就是试试看 也蛮好的 那还有呢 就是听说你也很会做红烧肉 是吗 红烧肉啊 这个应该是家庭常备菜吧 很多人不会 这个红烧肉啊 我们先从肉挑起 好不好 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吃肥的 但我后来发现 红烧肉不做一点肥的 还真不好吃 真的不行 我还特别就是要买那种 黑毛猪摊子的三层肉 或者你如果 不喜欢太肥的话 你可以买狭心肉 然后把它切块 不要太小块 因为卤了之后 这个肉会稍微小一点 那一般肉买回来 我们都不要洗 好不好 很多人来我来洗肉 其实肉本身是不脏的 买回来之后呢 直接油锅 把这个肉放进去 把它编到就是都上色 然后把这个肉摇起来之后 就放在锅子里 然后把花椒啊 大料放进去之后 加酒 加什么酒 我是加有时候绍兴 有时候米酒都可以 哇绍兴酒啊 对或者是 就是酒嘛 然后大料 就是花椒啦 然后这个 五香的这个 那个叫什么 八角 八角 你加八角 对然后加酱油 我会加点酱油糕 有时候加点蚝油 嗯 然后就开始 那你那个 那你那个 少灼水 慢灼火 滋味到时 它自美 哎呦 所以炖红烧肉 一定火要小 慢慢的烧 那请问你用什么锅 很多锅耶 铸铁锅啦 砂锅啦 铁锅啦 什么锅都可以 因为我我现在就是用铸铁锅嘛 是 但我看我爸以前他们喜欢用砂锅 对 砂锅比有一番滋味 因为感觉上砂锅它好像会 因为它毕竟是很天然材质 对 你知道你你那个砂锅拿出来 加上红烧肉上来 感觉蛮好的 我会在铁锅里面把它做好之后啊 可上做的时候我就把它盛到砂锅里 哦 因为砂锅有的砂锅它的质地比较粗有没有 是 对 它那个 它会吸味道 哦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今天煮红烧肉 嗯 你明天煮稀饭的话 嗯 你在稀饭里面就会有红烧肉的味道 蛮好的 自动加料 对 所以我有很多大小砂锅 就小砂锅我就会把红烧肉炖好了之后 就把那个 把它放到砂锅里面 烧热端上桌 你吃的时候也可以保温嘛 嗯 那红烧肉千变万化 你这里头就放的东西就多咯 对 胡萝卜 你可以放红萝卜 你可以放马铃薯 嗯 那现在你可以放笋 啊 放笋 最好的 对 然后你还可以放海带结 哦 对 对 很多东西可以放的 嗯 嗯 对 那这样就是有蔬菜有肉啊 这又是一道 可以在家 就常常拿出来吃 而且这个酱汁有没有 嗯 你可以来拌面啊 对啊 对 多好 哦 多好 哦 所以其实有要有点巧思 对不对 对 对 就做菜的时候 你就是动一点巧思 然后家里面如果食材够的话 你就多组合啊 就会有很多变化了 好 不过 呃 在我们最后 就是说 嗯 你们在用餐的时候 还要喝点小酒 是吧 呃 我我喜欢喝酒 那蟑螂呢 他说他 他这个 他他他现在养生 他不太合 除非就有应酬 他喜欢喝汽水 你看这要不要命 年轻啊 爱喝汽水 年轻人 嗯 爱吃 爱吃冰淇淋 爱喝汽水 那我就喝酒 他就喝汽水 我每天晚上就去 现在就是退休了嘛 嗯 之前就上班的时候 隔天上班 我是绝不喝酒 嗯 可是现在退休了 哎 没事 如果家里有好菜 我就自己喝两杯小酒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哎 不错啊 嗯 所以呢 这个生活需要靠自己调剂的 尤其是现在蛮好的啊 孩子也在家 居家办公 对 所以也可以增进彼此当中的这个感情 真的耶 因为小孩一旦工作搬出去了 我们几个礼拜才能见一次面 现在他在家办公 我就觉得哎呀 儿子又回来身边 我就趁机帮他好好补一补 开心 真是好妈妈 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威姐 帮我们介绍这么多菜 谢谢 当然也欢迎大家到赵婷的粉丝团 以及威威姐的威姐蟑螂粉丝团 那我们就会把一些菜 我们今天讲的菜稍微就告诉大家 好不好 那你或者你往前面爬文 威姐有好多好多的菜 对我们的粉丝里面有很多 每天做的菜的照片 大家都可以去观赏 好谢谢你咯 谢谢 拜拜 拜拜